今天是4月11日,是復活節期的第二主日,也是救主慈悲日 救主慈悲日是20年前,2000年4月30日,當時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宣佈復活節期的第二主日,定為救主慈悲日 也是為紀念這位聖女傅天娜 今天的救主慈悲日其實是提醒我們學習聖女傅天娜 那份對天主的信賴,那份德表 這已經是90年前,1931年的時間 因為這位聖女傅天娜,她有神事 看到耶穌空前射出兩道光 大家都見過這個救主慈悲的一個象,很出名的 耶穌空前射出兩道光,一道紅色和白色的光 紅色代表血,代表靈魂的生命 而白光代表水,水能夠令靈魂成異 所以今天的主日,尤其是在耶穌復活之後 救主慈悲,讓我們特別去學習 或者讓耶穌那份慈悲事實上,都臨於我們的身上 也讓我們能夠學習 模仿耶穌這一份對所有人的慈悲 今天教會禮二的《讀經一》是《中途大事錄》第四章 就是《中途聚集在一起》 願意分享財富,表示他們一生一得 《讀經二若望一書》 說到凡由天主所出的,都能夠得勝世界 是基督得勝,復活的主人 《若望福音》的第二十章 這裡就說到一個很經典的 因為是多麥不相信耶穌 所以耶穌故意顯現給多麥 甚至乎叫多麥捉摸他的勒旁 叫他們捉摸他的傷口,讓他相信耶穌 已經復活了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我讀福音的時間 就是被一句說話吸引的 就是耶穌說《願你們平安》 第一次吸引我 就是耶穌在這段福音說了三次 願你們平安 一見到門徒便願他們平安 然後再祝他們平安 叫他們能夠再去 呼呼氣 願他們領受聖神 可以跟隨傳教 有這份能力和勇氣去傳教 而第三個願你平安 就是對多麥說 就是再見多麥 顯現給多麥和門徒的時間 再和他們再說一次 祝你們願你們平安 所以我想祈禱的時間 就是特別被這句所觸動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體驗 我自己感覺到 就是耶穌覺得我們內心不得平安 所以當他復活的時候 就是他觀察到我們的內心 就是很多憂慮 很多不信 很多疑惑 很多疑惑 所以耶穌知道我們的心境 也是最需要的這份安慰 這份支持 所以他第一句說話 就是願你們平安 而這也大約有一種意思 就是因為 耶穌知道我們一樣都害怕 也是在福音那裡 最多的一句耶穌說的話 就是不要害怕 我們就是害怕 所以害怕 就是不得平安 所以 耶穌復活之後 就是他 時常三番四次都 第一句說話 就是願我們平安 正正就是因為我們的內心 不得平安 很多事情都會出現困難 比如我第一個感應到的就是 比如多脈 多脈不在十一個門徒之中 當耶穌第一次顯現的時間 那他就 他就說得很狠的說話 除非我 除非這個字 除非 除非我看到 我摸耶穌的傷痕 如果不然我就堅決不信 所以他就反映到 他內在有一種不信 一種內心很大的矛盾 很大的拉力 這個不信耶穌的復活 其實還表達很多事情 對於耶穌的教導 對於耶穌所說的 增幅百端 耶穌很多的道理都 其實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落到他的心 所以當他在這個狀態的時間 他怎麼會平安 不過 耶穌正正在這裡 那個慈悲 耶穌的慈悲 我覺得特別放在多脈身上 其實他不需要留意多脈 他特意再顯現一次給多脈 特別去讓他去觸碰他的傷痕 其實就像他跟白多禄一樣 就是 他問白多禄三次愛不愛他 用一個眼神特別去回望白多禄 就是用一種特別的親自的觸碰 去讓他可以回頭 讓他可以經驗到主這份慈悲 主這份愛 所以 正正是 我想耶穌是 感應到多脈 內心有一種很大的不平安 就是一種不信 甚至乎 對他三年對耶穌的教導 都可能 未能夠生根的時候 耶穌再次顯現給他 就是對他一份很大的慈悲 所以這個平安為愛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意思 就是 我們通常未必很意識到自己不平安 我們都覺得是 表達是一種我們不信 表達我們懷疑 表達我們 表達於我們自己的一種 或者是一種魯莽 一種外在的表達 我們未必很意識到自己是否平安 只是耶穌能夠察覺到我們是否平安 所以 平安就很重要了 就是 如果我們學習 一種立即靈修 第一件事我們要留意 就是自己的經驗 就是察覺到自己的狀態 其實我是否平安 我內心又沒有一份平靜 一份安寧 我是很慢 或者很急 甚至乎我說話的時間都說得很急 我走路都很急 那這裏有哪些地方是少了些平安 這裏是需要自己去覺察的 就是如果我們少了一份平安 我們很難做到好的決定 就是一個不平安的人一定很急 急躁 很躁動 很懷疑 如果這樣的狀態之下 我們怎麼做決定呢 那麼做決定可能都會很正確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不平安的人都很難對人慈悲 為什麼這麼急躁 這麼多猶疑的人 都沒有辦法對其他人 沒有辦法對自己慈悲 對不到自己慈悲 更加對人難以慈悲 所以今天我覺得 救主慈悲日都是提醒我們 在這裏 我們對人慈悲 我們學習主 我們首先可能是要領受主的平安 領受主的平安 我們可能第一件事 我們來察覺自己的狀態 有沒有這份平安 在這裏 剛剛這個月份 長洲思維靜院董神父 董澤龍神父 維埔水基金 每個星期六都做個講座 他們都是一個成長之路 他的主題是 成長之路 他都是放了個主題 就向這個 內心的動態那裏 我們怎樣意識自己 來在那份動態 這份意識就是 首先從經驗開始 這裏都介紹一些 大家都可以去 去活水基金 那裏 金錢之外 去聽 那裏就是 逢星期六 現在逢星期六 晚上十點半鐘 FM 這裏就是四個部分 就是意識自己 從經驗開始 由這個經驗去到明瞭 由明瞭去到判斷 由判斷才可以決定 所以 所以 要怎樣經驗自己 怎樣去意識到自己 這一步就重要 如果我們 不是很意識到自己的狀態 我們 未必能夠有一個好的決定 一個好決定 就是讓世界的生活美好 自己的生活美好 一個不好的決定 剛剛就相反 所以 我也回望一下 過往兩年 修理的活動 香港 所有的混亂 我都 那個景象 街上 那麼多的暴力 那麼多的示威 遊行 我都 內心看看 那麼多人出去 內心 有沒有這份平安 有沒有這份 平靜和安寧 雖然我們去爭取民主自由 或者我們想爭取我們需要的一些 不過 我們第一步 是不是應該 就是 專注於自己內在 意識一下自己內在的一份平安 先 用了平安 我們才有這份慈悲心 那麼 慢慢 我們有了這份 這份能力的時間 我們才有一個好的決定 無論我們決定 是怎樣 就是 我們爭取民主自由 我們有很多方式 就是 但是 我們有一種磨平 有一種 平和的 的心情 慈悲的心情 去爭取我們生命 要爭取的東西 就好像 好像耶穌那樣 就是 祂 祂 祂是一個上主的僕人 就是 好像一個截斷的奴慧那樣 就是 祂不是用暴力 或者用一種 用一種 其他 就是 很暴力的方式 去爭取一些東西 祂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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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歸依的 散出那份慈悲心 那份 寬恕 那份愛 帶出這件事 所以 我想今天 今天的邀請 福音的邀請就是 就是 慈悲 和平安 我們先有平安 我們可能就會有 一個更大的慈悲心 我們可能第一步的就是 能夠自己先靜一靜 如果祈禱就更加好 如果能夠祈禱就能夠靜 能夠面對自己 碰觸自己身體 碰觸自己的 內心 那個狀態是怎樣 或者 今天這個邀請就是 讓我們有這份 法治內心的一份 平安 和一份慈悲心 OK 祝有各位